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你们有没有期待有什么变化呢 VC要给大家介绍一个近两年特别大热的新型观影体验 静默式剧场 如果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你呢 那就out啦 齐悦一纽约的Sleep No More 静默式剧场呢 这四年来可谓是场场爆满的节奏哦 不管是明星还是路人 都要把看一部这样的剧本列入了自己的to do list上面 我来先解释一下什么是静默式剧场 一般呢静默式剧场都会用整栋建筑作为演出空间 把完整的故事时间轴都打碎 每一个房间或者空间都进行着表演 每个观众呢只需戴着一点白色的面具 就可以在内部自由走动了 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就对了 比如说我俩现在吵架了 然后呢你是想跟着我走还是想跟着他走呢 完全是自己选择你想看的东西哦 这么这样看心情的东西 所以每个人为什么都要去体验一下 就是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 是不是听起来超级有趣 直到这个月底呢 LA在Pasadena和Earth District 分别有两处这样的静默式剧场表演哦 看过的都说赞哦 快点上潮流吧 来吧来吧 接下来呢说说这个周末 有三部影片要上映哦 《星际迷航3》 《Ice Age》还有《Light Out》 相信《星际迷航》系列和《Ice Age》系列 都已经有好一些固定粉丝 期待了很久了吧 对 《星际迷航3》可是由 红遍全球的 《激情与注入》系列导演来指导的哦 原班人马《强势回归》 还有阿凡达那只男精灵女主角 Joey加入出演反派呢 所以呢 喜欢《星际外太空》题材的 喜欢科幻电影动作冒险的 千万不要错过哟 而《Ice Age》冰河世纪也迎来了 第五度大冒险哦 中文官方称这部为 陨石撞地球 笑爆太空 想必这次我们的逗逼主角Cyd 又跟他的小伙伴不知道 又闹出了多少笑话 小伙 小动物们到底是怎么守卫它们的家园呢 充满重新的你肯定已经 对 好了 我们来聊聊《Light Out》 这可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呢 哦不 应该说是好片带你宅的重头戏 毕竟啊 这可是这么可爱的 我们两个第一次认真推荐的恐怖片哦 对啊像我们 我们俩平时看恐怖片都是这样的 就是 远一点远一点开心 怎么了怎么了 我不知道 你讲给我听吧 对所以我们今天先说好 我们都不要太放吹了下人好不好 我怕我怕我也怕 对 这一部片呢最初是有一个三分钟的恐怖短片 得到了一个很恐怖奖 然后导演呢就加以更多情节班上的大荧幕 然后呢它最大量的就是 瘟子仁是这部的制片人哦 请问 你知不知道瘟子仁是谁 瘟子仁是谁 我怎么知道他是谁 很恶心的 对啊 瘟子仁呢成功融入一些亚洲的灵异元素 就像像上个月的《Candruary》第二部 还有早前一些啊都是瘟子仁指导的哟 很多宝宝看完都吓得不要不要的 它让你感到感到疯狂 但是瘟子仁也成功指导的是激情与速度7哦 那个结尾想必大家也是记得了吧 非常感人 对啊 那个整个放映厅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天呐 我当时也是就是哭成那个人那一招 其实吧 我觉得恐怖片最喜欢的地方 就是在它的音效啦 你听着声音不对的时候 就跟它吹着眼睛说 哎呀我不敢看了 我不看了 就你赶紧把眼睛捂起来 过一会再看就 就一定不会吓到了 对 所以胆子大的宝宝 请尽量出门又拐 就去看Lights Out吧 胆子小的宝宝们 就跟我一样乖乖的打一家好了 要不然呢就一起去看 另外两只星际迷害孩 iSAG哦 本期的好片带你家就到这里啦 大家有同一时间 再见 拜拜